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不需要吧 本身你就是走在家人的路线嘛 也不需要就像不家人那样 一定要全部辞了工作去做这件事 其实我们有时候心很散乱很乱 还是就是你的关注点 就是你修行的目标目的是什么 就是你为什么要修行 接触佛法以后你对佛的知见 这个佛它带你是走向哪一个高度的 就是最起码你看你要了解释迦牟 它是带你解脱轮回的 那么你首先它第一是以因果作为基地 就是善有善保恶有保 你会有些因果法则在这个世界 第二呢它是带你最后解脱轮回 了知不生不面的境界 就是从龙魂中解脱它最终是这样 成就佛果 那么如果你把你的目标定在这儿的时候 那在这个世界你走过那么一件事 才可能会慢慢的抵抗这个世界 对你的诱惑 你才有些事才选择有事可做 有些事不可做 这样你的打扰才会减少 就是说其实你定的那个目标 决定了你在这条路上走过去的时候 你是否安心 如果你只是说我就是清除了佛法呀 我喜欢 我也喜欢它的帆背 我喜欢佛法里别的东西 那么你在走的时候 你可能一只瓜子 你还是在揪心 这个也揪心 看见啥也啥也 还是大肆小说 芝麻西瓜 还是能够扰乱你的时候 那你怎么能安心呢 就算你坐在山东里也不行 就算你坐不下 其实你刚才所说的也是大部分人所做的 就是大部分刚开始修行的人所做的 就是说培养慈悲心 然后呢 因为总不能每天幽国幽民吧 那就开始对身边的一些受苦受难的现象呢 表现出了太过的那种怜悯啊 同情啊这些东西 或者就像你说了 看见一些杀鸡杀牙也会哭啊 还有呢去修些苦心 比如吃素 或者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很 解解到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模式 或者是然后呢身体虚弱了 也不去调理 不去补营养等等等等 就很多这也是刚开始修行的人 面对的一些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对 就是只要不是太过 这个人民同情或者吃素 或者这些过午不时 或者是去修苦心 只要不是太极端太过了 你觉得对自己的身心已经造成了伤害 这个你要校正 如果是不是太过 这条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刚开始 休息人要去可能会做的一些事 因为这个确实也就算就算在这一块里 你已经执着了 假如说你执着了这些善 这种苦这就是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内心 其实一切是很贪乱的话 那很贪乱 而且是物欲很强的话 那你解解一些也是正常的 或让自己适当的修爹苦心也很正常 或者很在乎自己觉受的人 也适当的修爹苦心也正常 但是你要知道 你做这些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要清心 你修苦心 你去修慈悲心 那你的目的是最后解脱 进入无分别的境界 知道吧 你不是为了就是说 哎呀我可怜他 可怜他你能救度的吗 而且佛说众生平等 所以缘起性空啊 所有的东西 包括你自己也是无我的 那个鸡啊牛也是无我的 都是诸原剧组 产生一个假名叫鸡叫牛叫人 人里边是没有自我的 所以众生平等 是在建立在空性的理解上的 因为本质上是空 本质上是空 所以它是平等的 你现在的问题出现在就是 第一是你定力不够很散乱 第二你着相 你的慈悲是建立在着相的基础上的 所以成了一种泛滥的慈悲 就是泛滥的同情心 或者是偏重一些 就是软弱的同情 没有力量 你的慈悲心 所以因为你没有空性的厚动 你不是建立在空性上的慈悲 是建立在一个就是 人力的同情心之上的 那第一是就是 就是金刚经说你找相 找了种种相 那么你这个慈悲就是有限的 你可以 你不是就是说 你可以杀他的时候 你就很可怜很可怜 可能有一天你又觉得你管的太多了 很厌倦 又觉得自己对偏 你不断的在这里边矛盾 又觉得是不是过了 是不是怎么 那如果 如果他不死 你是不同情的 你的善良 就是说 对自己喜欢的 或需要慈悲的 你就不慈悲 对六道你看不见的众生 你根本想也想不到 就是过了 对有些东西过了 对有些达不到 好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